接受大腸癌检查 什么是大腸癌呢?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大腸癌是在哪里开始形成的 癌症是身体内的细胞失去控制地生长 就算你的癌细胞确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癌症通常是由癌细胞最初形成的部位来命名的 大腸癌通常是在结肠或直肠的地方开始 结肠和直肠是排便前储存大便的地方 人是怎样有大腸癌的呢? 每个人都有可能患上大腸癌 但是有一些因素是会增加你患大腸癌的可能性 其中有一些因素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另外一些因素是不可以控制的 那这些因素是不可以控制的 年龄 大腸癌多数是发生在50岁或以上的人群里面 患大腸癌的风险是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 男性患有大腸癌又比类性的多 而每10个患有大腸癌的人里面 就至少有9个是50岁以上的 个人和家族健康史 大腸癌可能会有家族遗传 如果你或者你的直系亲属 曾经患有大腸癌 结肠食欲 或者是慢性结肠炎 这样你患有大腸癌的风险就增加一倍了 那哪些因素是可以控制的呢? 饮食 食多些高纤维的食物 水果和蔬菜 是可能会降低你患有大腸癌的可能 饮食里面有过多的脂肪和缺少纤维 就可能会增加你患有大腸癌的风险 运动 小运动或者没有运动 可能会增加你患有大腸癌的可能 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无论你的体重是多少 定期运动都会降低你患大腸癌的机率 30-40% 定期锻炼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每日快步走30-60分钟 喝酒 个量喝酒和大腸癌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男性饮酒应该控制在一日两杯 而女性就是一日一杯之内 吸烟 吸烟是造成肺癌的原因之一 但其实吸烟都和大腸癌有直接的关系 长期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 更有可能患上大腸癌 所以由50岁开始就要定期做测检 你的医生可能会建议以下四种大腸癌测检 第一种是 糞便潜血检查 英文简称FOBT 这种检查非常之简单 在家都可以做 糞便潜血检查 是将你的大便样本放在一张特别的卡片上 看看你的大腸细胞有没有不正常的变化 这一张卡片是会送到化验室作为化验分析 第二种是免疫法大便潜血测试 英文简称FIT 是另一种可以在家做的测检方法 这种方法是最常用的 你的大便样本会放在一张特别的卡片上 检查是否有隐藏的血液 大便有血可能是因为食欲 亦都有可能是癌症 这个情况就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第三大腸镜检查 这个检查里面 医生会通过腸镜来看你整条直腸和结腸的情况 腸镜是一条长长的软管 它的顶端是装有名型的相机和灯泡 医生会将腸镜通过直腸插入结腸 去观察或者去除任何可疑的部分 例如食欲 第四月状结腸镜检查 这种检查和结腸镜检查是很类似的 但是它只能看到结腸的下端三分之一 在这个检查里面 医生会用月状结腸镜 一种短型的结腸镜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建议 定期的测检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是各种测检的指引 美国癌症协会建议 应该每年做 分辨潜血检查 或者免疫法大便潜血試验 但是你不需要每年同时间做这两个检查 你只需要做其中一种 月状结腸镜检查 美国癌症协会建议 每五年做一次月状结腸镜检查 结腸镜检查 美国癌症协会建议 每十年做一次 你可以身体力行 降低患大腸癌的风险 记住 不要吸烟 喝少一点酒 健康饮食 同时都要经常锻炼身体 保持健康的体重 向你的医生了解 如何进行健康饮食和运动 来保持健康的体重 你还等什么? 立即预约做检查 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和家人的幸福 定期做检查 照顾好你的健康 你可以打电话 王家廉社区医疗中心 212966-0228 或今日就去见医生 了解如何拿大腸癌浪检的测试卡片 或预约在诊所接受检查